只有网球四大满贯赛事之一 美国公开赛 今天进行男子单打决赛 来自西班牙19岁小将阿尔卡拉斯 在历时3小时又20分的比赛中 以6比4、2比6、7比6、6比3 击败挪威好手鲁德 不但夺下生涯首座大满贯赛冠军 同时他也成为其2005年纳达尔后 17年来最年轻在大满贯赛事夺冠的选手 也是自1990年山普拉斯后 32年来最年轻的美网冠军得主 山普拉斯与纳达尔当年夺冠时都是19岁 原本排名世界第四的阿尔卡拉斯 也因为拿下这座大满贯赛冠军积分大进步 确定将在最新世界排名登上世界球王的宝座 他将改写2001年澳洲名将修威特的21岁记录 成为史上最年轻的世界球王 人间福报曾博旬综合外电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